Zither Ha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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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來到花家攤入館 我們會教大家做一些簡單又美味的花家私房菜 請大家先準備好紙和筆 今天要介紹的是 竹鴨魚薯仔沙律 大家先準備好材料 昨天我們整家人都在餐廳吃飯 昨天不是假期都可以整家人去餐廳吃飯 真的很有錢 我們押了一口牛肉來吃 而且還叫燉牛肉吃 雖然也算不錯 雖然? 不過我還是覺得媽媽做的比較好吃 我媽媽經常煮燉牛肉 所以我習慣了媽媽煮的味道 我覺得媽媽煮的是最好吃的 沒錯 就是這樣 我媽媽最拿手的應該是薯仔燉肉 她經常煮的 阿金你呢? 我媽媽的拿手菜嗎? 嗯 不行 我們花師奶根本沒有拿手菜 接下來我們要宣布 平時的媽媽經常煮家常菜的頭三位 第三位 咖喱 我本來想煮雜菜煮的 不過味道好像不夠 那不如煮咖喱吧 只要煮成咖喱 甚麼都會變成咖喱味道 是甚麼? 別管太多了 接下來是第二位 麵豉湯 把餃子放進麵豉湯裡 那就不會浪費了吃剩的東西 可以把餃子放進麵豉湯裡的人 應該只有我們花師奶 好了 接下來就要宣布我們的第一位 就是炒雜菜 拉拉拉 拉手菜嗎? 小子他們家是燉牛肉 小精家就是薯仔燉肉 他們就問我花師奶有甚麼拿手菜 但我一直想不到 花師奶的拿手菜 什麼ís我們的花師奶有的 你們說有甚麼 你們每天都會吃我煮的菜 即是每餐都能吃媽媽的拿手菜 每餐煮不代表每天都拿手 我的意思是… 不如這樣問吧 花師奶,你最擅長煮甚麼菜 我最擅長? 我先想想,真的要說的… 就是用最快速度做出來的菜 那些只是證明你平時最擅長的偷懶 花大家不理會否規矩 我就覺得,花師奶煮飯的時候 根本沒有想過要我們煮一些好吃的菜 唉…好急… 真是心都淡了 第二天,就是這樣 結論就是,我們花師奶連煮飯的心機都沒有 所以我們家裡是沒有甚麼拿手菜的 問題不是媽媽有沒有拿手菜 而是天天吃媽媽煮的東西 所以根本就忘了要對媽媽有感謝的心 好像那種長期都是外國生活的人 不是經常都會說懷念家鄉的味道嗎 可能道理也是一樣 人一定要離開一段時間才會明白 噢… 我不客氣了 甚麼?只有這些而已 新鮮熱辣的飯加上美味的麵豉湯 你這樣也不滿意嗎 其實我不是說不滿意 不過為甚麼沒有菜吃 家庭主婦很不空 所以沒有時間去慢慢煮飯煮菜 透光減料 這些叫簡單風味,你吃不吃 花師奶,今天你煮的麵豉湯太淡了 你自己不覺得跟平時煮的味道不同嗎 我當然知道 可是我自己想轉換辣口味 夏天容易流汗 所以放多一點鹽 梅魚季節很容易沒有胃口 所以要煮鹹一點 我其實是有用腦的 噢… 做甚麼?為自己家人的健康著想 難道不是做媽媽和家庭主婦的職責嗎 那我問你了 究竟你有甚麼拿手菜 譬如你最想念婆婆哪味道菜 應該是雜菜煲吧 很好吃的 那以後花師奶的拿手菜就是雜菜煲 雜菜煲?我不是那麼喜歡 不過婆婆做雜菜煲的時候 每次放的材料都不一樣,不同味道 你這樣看生情做菜的一點 是有其母必有其女 是你的 花老爺 今天沒有煮菜 花生,這句話不能說的 很危險 我差點忘記了 很危險 真的嗎? 居然忘記拿出來 看見好 還不是這種味道,沒有變 很危險 很危險 你還要吃菜 我居然忘記了 我們家裡最常吃的菜就是獅子狗 沒錯,花師奶的拿手菜就是獅子狗 我不客氣了 好吃 果然都是獅子狗好吃的 獅子狗,獅子狗 我的拿手菜是獅子狗? 好 第二晚 發生甚麼事? 很豐富 我沒說過,味道都是媽媽的拿手菜嗎? 我不客氣了 好吃 真是超棒 當然 好好吃 獅子狗會是我的拿手菜嗎? 絕對不可以 Match Match配對字 今天的題目是配對字 表 包裝 白色 千代 新聞 答案就是紫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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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娃娃 甚麼 醒醒 睡吧 嘩 怎麼樣? 想不想吃魚生? 吃魚生? 花生呀 你帶我去哪裡吃魚生呀 去海邊呀 去海邊 那我們就要搭車去 那還用說的 最新鮮的魚生就是在海邊 花生 為什麼你忽然會想吃新鮮魚生的 有什麼原因 你之前不是跟我說 很想吃新鮮魚生的嗎 今天在人頭湧湧繁忙熱鬧的中央市場 為你做現場直播 各位請看這麼大條的鰻魚 難怪非常好吃 而且還大條到一口食魚生 好大條 差不多看不到下面的飯 是嗎 不過我就覺得魚生和飯的比例 看起來實在太奇怪了 既然是這樣 他們為什麼不索性 一塊飯煮大一點 那就還對 如果是這樣也放不到落口了 花絲拉你就不明白了 你還叫做傳統壽司 超棒 幸好我可以吃一隻這樣的壽司 從鰻魚開始吃 到海膽三文魚子和刀牙魚 接著到比目魚和紅鰻 原來花生 就是因為那次我這麼說 所以就帶我來海邊釣魚 自己調條新鮮魚上來自己切離食 絕對可以說是 也要靠近 我沒有…我又沒有說過 要自己親手釣來吃 我只是想去壽司店 吃到用大鰻魚做的壽司 已經很滿足了 鰻魚 好,那我懂得做 看著來 哈哈哈哈 看什麼 鰻魚 鰻魚? 不可能釣到 因為鰻魚是夜行性的魚類 還有,這個時候根本沒有 真的找不到 花生,你沒有事先問清楚 這位先生 不過如果你真的這麼想吃鰻魚 我… 好,快點回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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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就是中央市場 說我又說 一開始,那隻知名這裡 豈不是更好 前面那間店舖 豈不是上次電視介紹那間 真的嗎?在哪裏? 太長了 也不知道龍尾在哪裏 今早起床到現在 你還沒吃過東西 餓得肚子打鼓 你走吧 你走吧 兩位,請進來 歡迎光臨 我不是法國的吧 你當然是由師傅現場做壽司的店舖 還有傳統壽司 請問想吃甚麼? 今天有甚麼好介紹? 今天特別推薦海膽 可以用來做海膽飯 覺得怎樣? 海膽? 好嗎? 花生就是這樣了 完全不會被師傅所說的東西迷惑 自己在這兒看場上的菜單 很有成熟男人的味道 真的很帥 請問想吃甚麼? 他要煮廚套餐還是特級綜合壽司 可能他會點吞拿魚都未頂我 請給兩個海膽飯 是,兩個海膽飯 是,兩個海膽飯 是,海膽飯 余先生呢? 還有壽司呢? 是,海膽飯來了 你們是甚麼來的? 雖然有人喜歡海膽 對,不過這樣未免太多了 的確很厲害 果然很傳統 花生 我們走這麼遠 來到這個中央市場 不是吃壽司和魚衫嗎? 算了,沒事 果然跟我想的一樣 這個海膽飯雖然是超好吃 不過太多了 吃不吃就太大了 花生 一次過吃這麼多海膽 真是很難吃 沒錯,對 我… 比利 蛤? 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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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是海膽 真是最新鮮的海膽 我金拜下風 我難得的假期沒有了 下一個閘路車 早知道是要來釣魚切釣魚 我們今早就不用這麼早起床了 釣到了…你看 等待更加精彩… 待會之後… 笑得你爆肚 歡迎大家來到花家攀日本 今天的大桌 依然是她,花絲奶 今天要介紹的是 竹甲与薯仔沙律 材料四人份量 請大家準備好先 那我們現在開始了 首先是… 把批好皮的薯仔煮熟 當然,也可以用微波爐加熱 把煮熟的薯仔放進兜裡 壓成薯蓉 然後加些牛油和鹽 然後… 再加些鮮技捏下去 一起攪勻它 然後就… 做雷米發酥 然後將燒焗的竹甲魚 去皮和拆掉骨 再將魚肉煮水 加進去做好的薯仔蓉 最後呢 再依照個人的喜好而加入 適量的胡椒 攪勻它 完成啦 也可以用攪拌機 來將兩樣東西攪勻 柴多士或餅乾都很好吃 這就是既有日式風味 又結合西式味道的 竹甲魚薯仔沙律來啦 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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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